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就先来讲第一件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关于特征的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先取得资料 Excel 然后我是使用低词跌机底下的这个销售资料 销售范例 然后这个销售范例里面假设我就先只做这个销售好了 我针对这个销售 因为我的目标 为什么要交一大堆的函数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对这边什么earlier要用了 还有什么year to date rent x 因为我们今天要教你变数VAR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数 但是我们可能要先教你跟时间相关的 previous的使用 所以我们先点这个销售里面的载入 然后稍微等一点点时间之后呢 好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 就是我们那些资料全部都汇入进来了 那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当我点选这个建档日期 然后我们这边是不是没有总价 对不对 我们就先看数量好了 那你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2008年1月1号 数量是415 那我们去看资料表 因为他为了节省他的一个内容 你看这边是不是1月1号 1月6号 他已经把很多资料都节省起来了 就是他会认为他这样做智慧判断 好 所以你已经看不到 其实1月1号 他是有很多笔资料所构成的 我们去看最原始的资料 最原始的资料在这里面 销售范例 2008年1月1号 其实有这么多笔资料的 好 那来去看一下 这里面1月1号的一个数量 数量是不是这个 415 有看到吗 好 然后在这里面呢 他已经把它折叠起来 你已经看不到这个资料表了 好 那我们去看这里面 是不是看到415 好了 我现在要问你们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当我们用见冷日期 1月1号是415 1月2号是126 可是如果我今天呢 我想要去做每一天 每一天的一个总价 每一天的总价 是不是把这两个数字 数量跟单价相乘 我就可以得到每一天的那个总价值是多少 可是那个总价值却不能计算 假设我今天我要算今天跟昨天的差异 很抱歉 很抱歉 那个数字是不能算的 那个数字是不能拿过来用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 为什么不能拿过来用 因为我们的原始资料里面 1月1号有这一笔 1月1号还有这一笔 有太多笔 导致我们必须要手动建立日期 分别算 怎么样手动建立日期 这就是第一个要教你们建立日期的方式 好了 我们请你先取得资料就好了 请你先取得资料 应该没有问题 取得资料之后呢 我们等一下再教你如何自己新建立一个资料表 来去做日期的统计 稍微注意哦 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拿过来做计算 要自己手动做计算 先把资料叫进来 为了等一下我们上课方便 我还是需要有这个数量乘单价的总计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直接可以到这个编辑 点选上面这个编辑 编辑查询这个上面 然后接下来用只有一个资料表 所以直接可以选到数量跟单价 好 这两个相成 所以先增加资料行 增加资料行就是一行 从头到尾都有 所以这边呢我们做什么 相成 标准里面的相成 记得把这个名称改掉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总价 好了 那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做完这件事您应该看得出来吗 好 我可以直接把它关掉 其实在首页这边有一个关闭并套用 直接关 它就去套用进去 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总价 好 这是为了我们等一下上课方便 否则我们实际在做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都不去做出这个东西 我们直接用SUMX 是不是就可以算 根本就不需要这一栏的 好了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请你们做增加一个栏位 叫做总价 当我们今天这张资料表的时候 我们再加进去总价 我想这应该可以看到这个数值 就是1月1号 总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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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他这边总价是不是80100 有看到吗 那请问这是什么 可是重点是 假如说今天我要来去做计算 怎么算 首先 假设我今天我要算出来 就是说 每一天的总价 每一天的销货总价 就是我要去算出 跟这张表一模一样的内容 我怎么算 因为这个数值我不能用 请问这个数值怎么用 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我怎么样去先算出来 这个数值现在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了 首先我们来去做 因为它有一个关联 所以我去先产生一个日期报表 也就是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所以怎么样去产生日期报表呢 好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可以在 记有的资料里面 这边看到首页 我们可以取得资料 取得外部的资料 所以也许你可以从以资料里面 自己先建立好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我要建立一个2008年1月1号 2008年1月2号 这个请问你会不会在以资料里面做 比如说新增一张资料表 叫做什么 2008年1月1号 然后1月2号3号 可以吗 这个应该很简单建立嘛 而且当你继续往下拖曳复制 但是会不会变成2月3月4月 它会自动改 OK 但是 但是那是在以资料里面的作业方式 请问在这里怎么做 在这里我们的制作方法就变成 我们必须要去 还有一种方法 输入资料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可能是被你所能够接受的 如果我点输入资料然后接下来开始输入2008年1月1号 这应该不喜欢嘛 对不对 输入资料 那还有没有别种方式 有 首先呢 我们在这边我们大概只有看到外部资料 外部资料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看到什么 新增量值新增资料行 这些至少可以看到可以增加 在既有的报表里面增加 那请问你有没有增加量值是指增加这里面的一个栏位名称 新增资料行也是增加这里面的一个栏位名称 只是量值是一个值 资料行是增加一整行的资料 好像刚刚那个总价算不算是新增资料行算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新增资料表呢 可以 怎么新增资料表 现在我就要跟你讲这件事 不在首页这里面 对 因为这边没有看到嘛 输入资料什么 检视表呢 没有 检视表不是就是做手机的吗 做手机的那个画面 模型 这边可以看到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新增资料行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新增资料表 对 就在模型里面 我们新增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应该叫做什么 好 我们叫资料分析好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资料表取名叫做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 就是我们在产生这个名称啦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 这里面一定会有蓝 什么蓝 日期蓝 那日期你要把那个月曆这个名称 至少知道它是CA开头嘛 你就直接输入CA 这一个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要放这边显示一个 开始日期跟结束日期 我们开始日期 用我的目标 是不是要去算那个2008年1月1号 总价是多少 2008年1月2号总价是多少 所以开始日期是不是显示2008年1月1号 好 怎么呈现 假设啦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说2008年1月1号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一个逗号 然后2010年3月31号 因为当你不知道 但是你至少知道那个日期格是年跟月中间的符号是斜线嘛 好 然后他说什么 函数中的开始日期不能晚于结束日期 反正意思就是告诉你 这不对 可以吗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 可能要去输入 怎样去输入开始日期呢 要用DATE 反正你可能就去查查询说 哦原来在这里 不可以用以色列的表示法 一定要用现在教你的这个方式 好 2008 逗号月日 幼瓜湖 DATE 然后2010 逗号 3月31号 然后幼瓜湖 可以吗 以前你是要怎么表示的 好 这有关于等一下你的计算哦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 资料分析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DATE 这个 请问这叫什么 这叫资料表 这叫栏位名称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栏位 好 直接点资料表 点举证 然后点日期 您看是不是有一模一样的内容 但是我必须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注意什么事情呢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跟这个资料 好 这个是我可以计算 我可以提用 这是我自己产生的嘛 但是真的务必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件事 就是日期的呈现方式 因为以前你在以色列里面 昨天怎么算 就是今天减一 就是昨天了嘛 例如说 例如说这个 2008年1月2号的昨天 是不是就这一天 所以怎么算 等于这一天 减一 Enter 可以吗 是不是就跑到昨天了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用这个 Power Bi 很抱歉 不可以再用相减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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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日期啊 不是用原本的2008斜线1斜线1了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有经过一个函数 有经过一个函数 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这件事 好 那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麻烦请改成 我不要时间 所以直接在这个 刚刚是不是选择了这个Date 然后请把它改成日期里面的 最基本的 我觉得资料最简单呈现就是这个 因为方便 等一下我要呈现这个总价 新的资料表叫资料分析 新的栏位名称叫做Date 好 请你们先动手增加资料表 好 好 好